好,我们已经到法定人数,我们出席人数过半十七人,我们今天继续开会。 今天的议程是我们省台东县政府104年度的决算,省他去年的,我们今天列席的几位我们省计部的同仁, 我们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省计部台东县省计市的主任,邱玉梅邱主任,副主任邱灿兴邱副主任,第一课张艺副课长,第二课胡明明课长,第三课许仁华课长, 好,我们欢迎,那我们接下来请邱主任,对我们到报告台报告一下我们的,审核的简报,谢谢。 主席,各位议员,女士先生,还有各位主管,大家好,今天贵会临时开议,一门一邀, 这个104年台东县总结算审核情形,深感荣幸,依照地制法第42条规定,台东县政府在本年的4月29日, 含送这个104年台东县总结算,即附属单位结算,及中纪表到本市,本市在华定期限内,依法完成审核, 编造最终审订数额表,提出总结算审核报告,送请这个贵会来审议, 本市对于上开结算的审核,是依据审计划,结算法,所规定因行注意的事项, 即各项审核内规,为缜密的审计,至平时审核,会计报告的书面审核, 以至于到派言复各机关就地抽筒,各项审核,物体演技,考核,调查,地球周向, 除为了合法审计外,并重视效能性的审计,请将审核情形分五大项来报告, 首先报告总预算执行情形,本年度税入总结算审订总额是140亿917万余元, 教育算数138亿4707万余元,增加2亿6209万余元, 约1.89% 主要是税额收入,其他收入等教育计增加所致, 在税初结算审订总额是140亿9357万余元, 教育算数155亿464万余元,减少14亿1107万余元, 约9.1% 主要是按照业务需要而减少支付, 实际禁用员而较少, 是以人事会资助胜宜, 及营专工程结语等所致, 在现营事业结算审订总收入是6288万余元, 总支出是5535万余元, 收支相比存益是753万余元, 交易算减少42万余元, 约5.30% 主要是台中县营著名文化会馆, 整修工程施作, 及进行为外经营的招商作业, 本年度修管没有营运, 无营业收入所致, 在非营业特种基金, 审订总收入是78亿6345万余元, 总支出78亿946万余元, 审订剩余5398万余元, 以预算转购相继6742万余元, 主要是台中县各乡镇市卫生所医疗雄环基金, 部分卫生所的门诊的叫医疾减少, 相对减少医疗成本, 即公益裁件引以分配收入叫医疾增加, 及实际申请福利计划补助案件叫医疾减少首置, 本年度金厂收入138亿7227万余元, 金厂支出115亿2840万余元, 金厂收支相比剩余是23亿4387万余元, 资本收入是2亿3689万余元, 资本支出25亿6516万余元, 资本收支相比, 短出是23亿2827万余元, 金厂收支剩余之印后呢, 税入最初的剩余是1560万余元, 本年度的债务利息支出5914万余元, 联统债务的盘本呢, 38亿229万余元, 合计38亿6143万余元, 资本年度支出总额21.58个省, 继台东县政府呢, 每100元的支出中呢, 有21元58分用于赏还债务分析, 较103年度的18元7分呢, 增加, 使指财政压力沉重, 为求地方财政文件及融细发展, 以事实检视各项施政计划执行成效, 加强控缓这个税率出预算的规模, 并强化财务管理, 继续来落实开言截流措施, 建立绩效成果导向的资源配置原则, 必有效舒缓财政收支撕衡的问题, 其能兼顾政府财政建签, 宪建发展, 仅将年来本次审核总预算执行的情形的相关审核意见, 则要报告, 第一点, 开言绩效或中央考评, 这个平静是第一名家籍, 且岁数最初相比是胜宜, 开言绩效建收成效, 为累积的短处, 积高不下, 财政压力仍属沉重, 用以积极机器延期开言截流措施, 以其地方财政文件来发展, 台中县政府103年的开言绩效, 本年度获得财政部考核结果, 基前果22县是第一名, 且本年度台中县总结算税入税出相比后, 顺以是1560万余元, 以预算转做相继的16亿7316万余元, 显示开言绩效建收成效, 为累积短处仍高达58亿9209万余元, 又长短期的公共债务, 卫长已有74亿1877万余元, 较103年度, 卫长已有72亿5332万余元, 增加1亿6544万余元, 财政压力仍属沉重, 为其改善财政税入及税出的结构, 及神圣控制载入成长的幅度呢, 以继续来检讨演绎开言截流措施来见钱财政, 第二, 为积极推动内部控制制度, 以逐步完备相关制度规章, 为部分的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 监督及先导作业, 用以持续来研磨精进, 被建前各机关协校内部控制制度, 提升整体的施政效能, 并达到新立体防备的功能, 该武力研定这个台中县政府强化内部控制制度实施方案等制度规章, 护卫有效来推动内部控制制度, 在104年的7月15日, 定进这个台中县政府及首属各机关强化内部控制制度, 104年度的工作计划计议来执行, 回查内部控制作业的办理情形呢, 仍何有, 一, 被确定目标及评估的风险呢, 金字显, 则显这个精管的那个业务的项目, 研定内部控制制度, 和以设计内部控制制度的作业的程序邮件, 二, 内部控制监督作业上法详切的规范, 上代研定以利来遵行, 令部分现行的内部控制制度规章, 亦以检讨来修订, 还有各县署学校间的同质性高, 还有规模小, 以研究由该主管单位研定其共通性的范例, 共来参采办理, 三, 为加强宣导内部控制制度的内涵还有食物呢, 顺利推动相关的作业, 以鉴质内部控制制度电子资讯的专期, 并继续办理教育训练, 持续来研磨精进, 第三点, 这个税科收入叫预算增加十个百分点, 增州积效闲助, 为部分的房屋税, 地价税的离政, 还有增科作业未增完备, 云以检讨改进, 台东县税务局积极办理个税, 税局清查及积增作业, 本年度的税科收入结算审定数是11亿2170万元, 教育议算超收1亿697万元, 成效闲助为查, 这个金增地下税及房屋税情形仍合有1, 附证事务所通报门牌篇定资料, 为5该门牌地址房屋税籍资料, 还有房屋按营业及非营业用的税力科增的面积是0, 为该只有营业与非营业人设计的情形, 还有房屋均按住家用的税力科增房屋税, 为该地址有共出租实用情形等的情势, 有带来查明依法处理。 第二项, 在施政计划实施的考核方面, 台中县编列单位结算者, 既有17个公务机关单位, 本年度共近102项的施政重点, 该府各项正式推动结果, 整体而言, 尚能符合既定的施政目标, 并获置成果, 为部分计划仍待改进之处, 业金本市提出建议意见促行主板机关来检讨改善, 请就本市考核重要施政计划的相关意见, 则要报告。 第一点, 中央考核本年度施政计划及预算结果明列, 前果第七, 为部分施政计划及预算考核分数内偏低, 或者是逐年有退步的情形, 用于检视相关改善措施的有效性, 头谋来改进。 依据行政业主题总处公布, 中央对直辖市及县市政府年度计划及预算考核成效成绩表, 100年到104年, 台中县各项目考核结果, 本年度平均成绩名次是在第七名, 较上年度进步了第三名, 其中这个教育考核名次处103年落后第十一名, 其以年度均维持在前五名的状态, 基本设置至101年度第八名, 逐年滑落到本年度第十八名, 由于检讨考核分数偏低的原因, 并检视相关改善措施的有效性, 及时来调整修正, 并提高这个考核的成绩, 争议中央的辅助团, 以达到提升施政绩效及建前财政的忠效, 第二, 提报这个台中县温泉期管理这个计划资本金轮温泉期, 以获得交通部的核定, 并完成这个温泉骆驼, 一并上尾划资的工作, 为温泉管理作业存有部分的切弱, 尚待研谋改善, 台中县政府以依据这个温泉法及温泉期管理计划, 审核及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来提报, 并获交通部104年7月8号核定在案, 另于从年11月间台中县温泉骆驼一定换尾划资的工作, 经划资完成公告, 划定的借庄土还有地基土的温泉骆驼换尾合计有11处, 经查该温泉管理业务执行情形, 和有一规定设置台中县温泉管理委员会执行温泉期管理计划及建设推动建议人士, 由带载积极策设计温泉管理委员会并严定详切的运作的规范, 二,辖内的温泉基本资料库建设未完备, 且系统登载情形与列管资料未尽相符, 以加强来清查并离证系统的资料, 以强化控管的机制并达到资源共享之效, 三,一六层温泉业者为其的温泉标章, 以继续督促及协助业者依规定其的温泉标章, 以完备这个温泉认证的制度, 四,温泉漏头部的开发范围, 也已经跨色俊市, 为配合建立稽查制度, 以房住违规开发以达到温泉资源容器利用之目标, 三,订定现有房地清查计划, 既以清查这个招占用后闲置的房地, 并以规定来处理, 为部分现有房地管理作业仍待持续来检讨强化, 检查本年度公务用还有公共用及非公共用的房地管理情形和有, 部分被占用及闲置房地仍待有效排除并投为规划应用, 并提升这个清理的效能, 并增进房地使用效益, 第二, 部分的现有地产籍资料登载的情形, 以地震机关地籍资料未尽相符, 以加强来清查并离震系统的资料, 三, 现有土地登记成本资料登载未尊详时, 期待办理实地亮册, 并重新来异动成本的资料, 使部分现有土地使用现况与灯载列管情形未尽相符, 以待加强清查及图谋因应处理的这个措施, 强化管理效能等形式, 以上以要检讨来改善, 第四点, 办理学校午餐提供学生安全卫生的餐食, 并加强学生生活及卫生教育, 为部分办理情形未尽捉妥, 台东县地方教育发展基金, 各县主学校午餐的事务, 是依台东县国民中小学午餐供应时事要点等相关规定为之, 经查办理情形, 和由供应期议内的各校的厨房, 盐配置上有康用的设备, 有待盐模来投为规划来配置, 必使资源有效来充分利用, 二, 午餐厨房工作日志, 田载未争详时, 三, 未提供透明化午餐资讯, 各级学校业在校园的食材的登录平台, 登录每日供应的膳食, 为部分学校登录作业, 建有未尽完备的情势, 四, 田载这个十米用量的管制表, 部分学校的业解存量, 建有复数的情势, 十米管控作业未尽周享, 五, 这个部分学校午餐结义款超越规定的限额, 这个应该来检讨来改善, 第五点, 有部分幼儿园为主我的教保服务人员等欠夺的情势, 台中县设有122艘幼儿园, 其中公私力分别为99及23艘, 合计这个收拖幼儿人数是4366人, 金塔结林前的幼儿偷益的管理, 还有辅助业务执行情形, 何有, 一, 不论幼儿园为主主儿教保服务人员, 以研磨来改善, 必保障这个幼儿受教及照顾品质, 二, 不论幼儿园为依规定配置复理人员, 应何时来改进, 必维护那个幼儿健康及安全, 三, 办理协定前的幼儿, 托益费用辅助有益发的情形, 以依规定来投出, 必确保辅助盘而发的公平性, 第六点, 为维护政府潜意, 资本综合游乐器开发案相关的争议, 也许这个法令途径来处理, 为该开发案长期的来评顿, 造致这个颜配合成立的特种基金, 未能达到设立的目的, 台中县政府公共造产基金资本综合游乐器, 是该府与美商杰蒂尔国际股汶有限公司, 合作开发资本综合游乐器, 在81年间依行为时, 台湾省公共造产实施要点规定, 成立的特种基金, 为该府与杰蒂尔公司, 签约后因游乐器内的国有土地, 起得延宕点苏多的原因, 显日长期来停顿状态, 该府在前已在91年10月14日, 先复与杰蒂尔结束合作的关系, 目前双方仍在征送中, 经查该基金金管管理情形呢, 合有一, 资本综合游乐器开发案紧摆至今, 已经超过30年, 显然背离该基金严设立的目的, 用因神圣来检讨其存细的必要性, 二, 资本综合游乐器议定地, 换为涵盖资本西河口的湿地, 属环境敏感的区域, 且向为台中县民间环境保护团体关注的焦点, 事果细行来招商开发, 以多方协调审慎来演绎, 三, 游乐器议定地部分徒弟, 遭遇遭占用后, 规法倾倒退去物, 即在排除后, 采取其他必要的措施, 并研磨强化管理的作为, 第七点, 为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及增加收益, 也将台中县原住民文化会馆为外营运, 为人有惜研磨改善的事项, 该会馆业于104年11月26日, 为由东兴国际开发野性公司代委经营, 并进行后细签约及营运准备相关事, 是以经查该会馆营运情形, 何有一, 103年到104年期间, 因内部装修工程延宕及, 为外经营招商作业不顺, 至长期空管亭业, 恒生计额的亏损, 二, 为外经营后, 前例金收入与资产设备, 折旧汇用, 叶末相当, 收入及汇用相提后, 营运有限, 甚且不亏损之以, 有待投谋两侧, 以其有效达到, 为外经营的目的及效益, 三, 交互厂商的运运的财产, 是否何以运运的需求, 及有无, 交互的财产, 均以查明, 且任, 并依规定的投尾处理, 以免长期闲置库房, 恒生遗失后, 殊害的风险, 第八点, 办理时评安全管理新制业务, 时评业者依法完成登录, 加速比例, 积前台之冠, 以继这个成效, 为部分业务执行, 上代演某精进, 截至104年止, 完成登录者有370加次, 年度目标, 达成立, 经上开平台, 介络机前台之冠, 以继承效, 为人和友, 一, 为加强食品, 卫生管理与落实, 机查的成效, 以各乡正式卫生所, 指派卫生机查员办理机查业务, 为各乡正式执行机查任务, 复合不均, 人力配主, 卫生施主, 几代积极来研磨改善, 二, 业余, 一, 规定积极来辅导食品业者, 落实这个食品登录的制度, 为仍有部分的业者, 为依法完成登录, 有待继续加强来督促与协助, 并这个切实掌握食品业者的重点态, 提升食品卫生安全品质, 三, 部分食品业者, 业依法完成食品登录制度, 为登录作业, 尽有畏捉, 几代加强理清, 并督导业者改正, 以为登录资料的正确性, 并强化食品安全控管的效能, 第九点, 办理废弃物夸期处理计划, 将侠内的废弃物, 外运至高雄市人物的垃圾红化厂, 带为红化处理, 以减轻这个废弃物清理的压力, 为红化厂停收, 废弃物及违托厂商外运控管机制, 未尽完备, 上代研磨解决的事项, 台中县环境保护局, 为协助台中县台中市等12个乡镇市公所, 将垃圾外运至高雄人物垃圾红化厂来处理, 截至104年彼此, 合计转用各厢市的垃圾1371吨, 自人物这个红化厂来处理, 另外呢, 转用这个处理地道还有蓝鱼乡的支援回收物, 既有507吨, 共支付垃圾红化厂处理会及转用会, 各2392万余元及1929万余元, 经查计划执行情形合有1, 台中县垃圾自104年10月停止外运红化厂处理后, 回归研究地掩埋方式处理, 为各垃圾卫生掩埋厂一遇量, 严重不足即带来陀某两侧, 以顺畅垃圾气化避免恒生处理的危机, 2、被防换厂商与转用垃圾途中习巧增加贷运量, 劳务委托企业进行关规定为转用垃圾之前制作业, 阶段则未有内肯规定, 因严谋来改善, 以严密控管垃圾转用的数量, 3、依现行劳务委托企业规定, 厂商将离岛支援回缩物运送回彩, 经过半秤后即自行处置, 务息减合合法流向证明文件送火, 造成无从掌握支援回缩物的气象, 由因检讨改善, 4、厂商转用垃圾总量控管机制, 有待研议建立, 宿免计划经贿及岛来用清, 令西丑财员来追加进贿, 增加公务库的负担, 或因计划提前结束, 造成数月空翻期, 影响生计, 执行成效, 及待检讨连组来妥视处理。 第十点, 办理温泉桥的改建工程, 以提供资本温泉地基, 民众进出安全为部分施工品质管理作业, 为征桌头, 及待检讨改善, 台中县政府建议进出资本温泉地基的温泉桥, 超领超过三二十年, 经经济部水利署核定计划经贿之一亿四千万元, 办理温泉桥改建工程, 新查执行行行, 和有一工程设计数量重复编列, 二工地人员为一规定盗勤及签认表报, 三为一切设计图说施工, 四为积极起的施工用地, 容应尽速办理切保计划之税行, 五预算打成力偏低, 六为一规定随时督导工程施工情形等, 有应建立读导机制以确保工程品质的往上。 第三大项, 各方建议意见, 政府推动各项重大建设, 施政绩效, 财政改革的审议及考核等, 向为社会的焦点议题, 本是以针对各方所关注及财务相关的议题, 加强来延期审核, 就制度面执行面延期建议改善意见, 含请台中县政府各主管机关严谋改善, 请就审核研议的相关意见, 摘要报告第一点, 为肉食各项施政目标打造台中县成为国际幸福城市, 陆续推动多项重大公共建设, 为部分列管计划执行进度落后, 用以针对进度落后原委来投谋改善, 以加速台中县多元的发展, 增进县民的福祉, 台中县政府为达到基础建设再提升, 强化特色官方农业产业, 原住民产业更有给力, 等等五项的施政目标, 进而将台中县打造成国际幸福城市, 近年来陆续推动各项重大公共建设, 查该府本年度列管的计划, 总经会是五千万元的公共建设计划, 既有国家人文地理海岸廊道计划, 第二起工程等九项, 计划启程自一百年一月到一百零七年的五月不等, 总经会是十五亿一千一百八十六万以元, 截至本年度值, 这个累计一季支佑数合计是七亿七千八百五十六万以元, 累计实际执行三亿九千三百九十万以元, 累计执行力是五十五十六万以元, 本年度可支用的计算数是六亿九千八百一十二万以元, 执行数是三亿三千一百四十三万以元, 执行力是四十七点四七百分之, 该九项重大公共建设计划中, 累计及当年度执行力均未达到八十百分之, 既有台东市污水下水道这个系统等七项, 计划执行进度落后的原因, 主要是办理采购招标作业多次流标后, 基本设施尚未完成修正, 或者供取用地起得不顺等等的原因, 只应该等公共建设计划执行, 邀关台东县地方经济环境卫生, 医疗发展及基础建设等多元的发展, 用以针对执行进度落后的研头模来改善, 必须计划启程来如期的完成增进县人民的扶植, 第二点,台东县未以地震台风盛行的地带, 地震及台风发生的次数平衡, 各建设协校校舍益蒙受灾害损失, 互以校舍供众多师生来使用, 为保障师生的人身安全, 用以继续加强办理建设协校, 校舍耐震能力评估等安全管理作业, 校舍建筑物安全管理的良理, 丢官协校师生人身安全, 请综合各方建言, 第一点, 老旧校舍耐震力补偿工程, 发包及执行等作业进度落后, 用以头模上策来积极赶办, 只能早日进攻提升老旧校舍耐震的强度, 二, 宪属校舍呢, 建有因差而未差, 因补偿而未补偿, 且仍在使用的情形, 勇以积极加强办理, 以保障校舍使用者生命及台场的安全, 三, 部分宪属学校器位完成校舍建筑物, 公共安全检查, 申报后改善作业, 以督促各校尽速办理郡市, 以确保校舍合华使用及这个构造设备的安全, 第三点, 消防救灾及紧急救灾的执行, 即消防装备的增购及态患, 已成为各界熟悟的焦点, 用以继续来研谋强化消防救灾的能力, 必发挥灾害抢救的最大功效, 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及消防人员执勤的安全, 近年来, 火灾、水灾、 震灾、 危险物品爆炸及其他重大灾害事故频传, 造成民众重大招枉及财产计额的损失, 因此公共安全的维护, 消防救灾及紧急救护等应变措施, 成为众所鼠目之焦点, 令计暴载, 因都为基层消防人员以救灾死不幸殉职, 经社团法人消防员的工作潜意促进会, 向内政部消防署抗议消防装备为期前, 为止基层消防人员执行使得人身安全, 地方消防机关消防的装备的增购及态患等事宜, 亦引发各界高度的重视, 请综合各方建言, 一, 救灾救护地点距离消防单位五公里以上的建树仍多, 容易注意及增减的期视, 并严阻救护救灾相关因应措施, 必提升这个边缘地基紧急按键及时处理的效能, 二, 消防水源使用管理未尽严谨, 容易研谋改善, 并有效来提升消防水源运用的效能, 三, 消防设备器材平时维护及保养作业, 永远加强并提升这个仇善能力, 继续来落实训练以及救灾时发挥最大的功效, 四, 消防车辆及装备存有益领使用的情形, 又部分救灾及消防勤务车辆与装备配置未打, 规定后设算的标准, 永远适次来太旧换先, 并检视消防车辆及装备配置的情形, 次时来充实增购, 以赴消防救灾需求, 确保人生, 人民生命财产, 及消防人员执勤的安全, 第四大项, 审核综合成果, 本市办理各项审计业务, 秉持独立, 操扰, 专业及创新的核心价值, 合法性及效能审计, 并重, 既能实践优质的审计服务, 创造最大的审计价值, 提升政府的施政绩效, 促进政府联能的政治, 本年度审核台中县政府, 以所属各机关基金结算, 仅将审核结果灾起要折, 综合报告, 在合法性审计方面, 一, 各项税入款项依法修正, 增列通知脚固的有114万余元, 是收回以前年度的经费, 二, 各类税出款项依法修正, 减列税支通知脚固的有598万元, 是委办补助级各项计划经费的结议等, 三, 税间基增付税监费征收纳库业务, 经派演查合结果, 见有法令适用不当后计算错误, 通知税间基增查明依法来处理, 本年度赌增税管249件, 即266万余元, 四, 各机关办理采购案件, 经派演基卡结果, 见有不符法令或者契约规定后设计疏失, 孤怨不识, 建造不周, 施工不符等等的情形, 通知各该机关查明并依法及依约来处理, 本年度即收回扣罚款减账金额合计280万元, 第五, 本年度移送检教单位侦办并报告检查验准, 既有一件, 是台中县消防局100年度, 办理经费款项支付作业一案, 在效能性审计方面, 一, 依华提供台中县政府作为决定下年度施政方式参考, 财务上申计效能减少不经济支出的建议意见有6项, 二, 建筑各机关议算执行结果提出的审核意见有38项, 最后结疑, 本年度审核各台中县总结算第附属单位结算底中计表, 本市已依法完成这个审核报告, 以上警驻审核则要报告, 最详细审核的结果呢, 请参与中华民国104年台中县总结算审核报告, 并有关本市对于台中县政府各机关议算执行的审核计划实施的考核及重要的审核意见, 以在总结算审核报告有关章点一分析说明, 为促使县政府及所属各机关切实有效落实办理所提的改善措施, 仍继续追踪查核实际办理的结果, 并列管注意及改善的情形, 以上报告, 敬意请主席各位议员已事先废离指教, 谢谢。 好, 谢谢省记事邱主任, 这么详细的将台中县政府的总预算执行情形之审, 我报告得这么清楚, 好, 谢谢我们的邱主任, 那我们现在就审这个审计室提案, 一事主。 审计类第一号提案单位, 审计部台湾省台东县审计室, 按由贵宪104年度总结算, 即附属单位结算, 及中纪表审核报告, 进行审议。 好, 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 没有, 好, 通过, 好, 我们请宏仲凯会员。 谢谢大会主席, 主任, 不好意思, 我有一些疑问想要请教一下, 那再麻烦主任跟我们就教一下, 那针对这一本大本的, 就是整个审计报告这里面, 在甲十六页, 甲十六页里面有提到, 台中县政府, 借掉一些特种基金的这个经费, 然后来做短期性的一个运用的这样的一个策略, 当时我想县长也提到说, 这是一个很, 说八是头质, 但是他认为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那如果是短期性的一个周转, 当然是OK, 因为借外面的钱是需要付利息, 借里面的钱是不用付利息, 所以用这个方式来减少这个, 然后再说我们在财政的控管上面是全国第一名, 那所以你们在审计报告里面, 在甲十六页里面也提了非常清楚, 那我要特别请教说, 这个详细的一个情况, 是不是可以麻烦主任跟我们讲一下? 是这样, 因为每年, 就像刚才宏一言所说的, 因为像外面的银行借要历史, 那因为县政府的基金里面, 它的重返还有, 而且它是没有纳入集中支付, 今年它已经改善了, 把它纳入集中支付, 可能以后就是在全部一个统筹的基金里面, 所以就不用借了, 那但是把它纳入集中支付就行了, 还是还是借用, 只是说没有借用这个动作, 因为过去它是一个独立基金, 对独立基金, 真的跟纳入集中支付就都混在一起了, 那这样的做法, 里面有提到说在103年度的时候, 它有跟比如说公益彩券基金的专户里面借掉3.2亿, 然后呢就为在当年底全数归还, 而且一直滞留到现在目前104年, 应该说到去年都还没有还这笔钱, 那今年有还的吗? 报告这个, 其实这个是作涨啊, 因为本来年度结束的时候, 他们就赶快还, 然后一年出以后又开付钱, 其实是一样啊, 其实都是县政府的县付的那个钱, 是, 他如果今年纳入的那个集中支付以后, 可能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是, 好, 谢谢, 那主任我再请教一下, 这个您在好几年连续的这个审计报告里面, 都提到说台湾建政部的财政, 事实上我们得到全国财政这个什么的成绩都蛮好的, 可是在你们的审计报告里面, 似乎对这样的内容不是很认同, 你认为它的开源节流上面, 是还有很多带改善的地方, 应该是这样讲, 对, 就你认为并没有, 财政上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不过, 报告那个佛议员, 其实台中的那个财政的状况, 比其他的县市有好一点, 平良天讲, 在天下杂志说天下杂志我们没有采用, 是因为它是民间的报告, 我们都尽量采用中央的考核的那个资料资讯, 所以说他第一名第二名, 那个都是有医疾的, 而且是中央政府他能说, 做总的那个批评, 主任您的说明其实很重要, 所以我再问一下就是说, 对外的说法说, 我们的负债大概是45亿左右, 但是你的审计报告, 假16月里面也有提到说, 再加上未满一年的公共债务, 就是我今年就会没算在里面, 长期性的债务, 再加进来的话是75亿, 然后还有跟各个专户里面借掉的,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特种基金里面借的, 还加上了实际上我们的负债是97亿, 那这个从县长执政六年的时间, 实际上我们的负债是增加还是减少, 其实这边有一个, 还有那个什么, 里面其实有这个浅长的那个负债在里面, 是, 因为浅长负债里面, 它包括那个公教人员优惠存款那些, 对, 的利息, 还有就是计算这个救治公人员的退休金啊, 那个如果在搜上去听说是四五百亿, 你后面里面有提到说, 在加那个部分, 未来的浅长负债是好几百亿, 对, 那如果实时的负债的话, 你这边是写到97亿五千多万, 对, 所以应该实际上跟矿县长那时候比起来, 确实增加了蛮多的负债, 矿县长的时候, 那我可能要去了解一下, 那时候是多少的, OK, 那负债来讲开演方面, 好像, 得到第一名应该会比跨县长的时候, 还好, 我不晓得要查查看, 好, 谢谢, 谢谢主任, 好, 谢谢洪中凯, 洪一言, 各位演员还没见, 好, 我们请你三天宁演, 谢谢, 我们神经事室来报告, 报告我们县府的执行情形, 请稿, 请回头乡, 请稿, 用请教的, 你说那个天下杂志, 你会相信他吗, 那面甘的面杖, 那都是市面, 你明知道, 所以我们在报告, 报告, 你一言, 我们在报告中没有采用天下杂志的资料, 我请问你, 资讯, 年代, 我们的管理人去年代, 他说的发展热气球, 平均每一户都收入三百多万, 你认为这是不是事实, 你一言, 你要说一下, 我们要听清楚, 他在年代新闻杂志, 在专房啊, 他说发展热气球啊, 台南平均每一户都收入三百多万, 你认为这是事实吗, 他在管在前, 神记得, 你认为这是事实吗, 讲良心就好了, 是事实吗, 这个我要去了解, 这边什么了解, 你拜託, 台南现在多少钱啊, 你说什么, 你没了解吗, 我拜託你现在先天三十四啊, 你跟我们改水阶影, 我这都没面积, 我现在用清高的头, 我之前啊, 在神记室的垃圾桶啊, 聘用了一个公文啊, 说你纠正管车, 我这个栋栋馆啊, 有违法为师啊, 这陈品书记后面那块土地啊, 台东县府违法到什么程度, 这个是你们点出来的, 一块土地可以出租, 可以嫁两个女孩子啊, 可以这样啊, 啊你给他点出来呢, 你这次有给他点出来了, 你事后你做什么厨制, 有给他送金茶医院吗, 不用改善吗, 公家的土地可以一个土地, 出租给两个人啊, 可以未经到期, 还可以让台东宪政, 我们这样大胆啊, 去做地上情的设定, 这样不违法吗, 这样有没有违法, 这是你讲的呢, 我本来不知道, 我在你们的垃圾桶, 我找到的资料, 你这请给你带一下, 拜托一下, 你要怎么解决, 向他们公部门的问题, 我们这个案子, 公部门的问题, 一块土地, 莫名其妙, 已经出租给人家了, 还没到期, 然后又可以给对方, 另外一方来去设定地上钱, 这样有没有违法吗, 谢谢这个, 拜托一下, 其实我们这个案子还是, 我们定期会, 他们现在审计室提出来, 就是纠正宪府嘛, 都没改善啊, 你把这些资料, 你留下, 不过台湾出现, 台湾不改善, 所以我们叫这心扎这不可以给贵, 这叫改善了, 我们才会给贵, 我怎么办啊, 他这个心价是把管政会的切丝, 给点出来, 等我们定期会的时候, 你再来问我们管政会, 没人可以给贵了, 我要报告大会主席, 今天我们要讲台东的良心啊, 审计审计是非常重要, 台东的财政97亿, 这个已经快要破产了, 不管它会不会破产, 那我们还是继续要守护, 尽量把台东的财政, 管控在一个安全系数的领域, 你说短期长期, 你这样借来切息缴获, 像这一次天灾, 的上盘, 你为什么不敢纠正他, 还是把上盘放在社会处的一个基金缴获, 到底这个上盘是花哪一条钱, 他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呼嚨嘛, 啊你这一年过一年, 既然你就把它纠正了, 说这一堆土地不能出造两个人, 那片银人贴到, 又没有台帽子够给别人, 啊你这样够麻麻, 啊你也要跟人家说啊, 这一堆你纠正了, 你这一个动作是什么啊, 你要告诉我们啊, 你要告诉我们啊, 不然我们不知道啊, 这样一后就表示管车, 一后一后都能够做两三个, 一直继续去, BOT啦, 设定地上有钱的啦, 报告啊, 你议员, 对啊报告啊, 那个文社请教了, 你议员啊, 其实陈平的租也已经变更, 没有, 他已经变更了, 所以他并没有租两个人, 我请问你一个良心就好, 陈平他有同意吗, 他有写出同意书吗, 这个可能就要, 你要调查的, 你这三个人, 议员都应该有同意, 他同意了, 我都没话讲, 你得罪的, 你得罪的, 不然不然就要跟你怎么办啊, 公布也何必这样子, 你在依法行政你要公平, 公正, 转型正义要做好, 我说的意思是这样, 你洋洋洒洒在这报告那些, 其实这都是老调, 你要把台东问题真的把它点出来, 台东的医疗不足, 交通台26线, 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我们要不要积极努力跟平东幸福, 来打造一个良好的良善关系, 因应入科不来, 台26线是未来台东的希望, 你要把这个报告书把它纳入, 这是我对你请托了, 拜托了, 第一个部分, 台东的医疗, 你要知道这公卫生的问题, 主动医院的公卫生他们的薪水足够吗, 你在审计报告书里面, 你也可以卓越把它要求, 我们的, 卫福部, 是不是在偏乡里面, 把医生的一些制度把它建立起来, 以上是我对你亲心的要求, 还有你还没有跟我答案啊, 好,时间到了, 亲脸的事哦, 这不要紧了, 这有亲脸的事危机呢, 这有審柯, 你有答案啊, 我一直跟你说, 报告议员哦, 本市的, 我看我们的, 本市的节目的哦, 我看我们的, 我这座都认了, 我台湾台湾, 我们的秋述类, 你请坐好了啦, 我台湾台湾出行的知识, 因为哦, 心结石, 他是中央文丹尉, 他把台湾台湾, 管政府, 古年都收作的切施, 把我们所有的议员, 它报告, 它把它提提统合出来, 啊, 现在出来, 让我们了解, 管政府, 直接对作不好, 对作不好, 哦, 他说, 我们要问管政府, 问管政府, 看这个要怎么做, 嗯, 那哦, 那个, 神主任, 其实有时候, 不相关的事情, 你可以不用回答, 没有关系, 哎, 秋主任, 嗯, 对啊, 这一下就是, 他点出来的, 点出来的哦, 点出来就是, 那个管政府的切施啦, 对啊, 我们请, 我总会好, 委员, 谢谢大会主席, 我们这个麦克风, 什么时候要换, 高一点, 好, 呃, 呃, 是这样的, 哎, 麻烦, 主任, 哎, 我们要特别, 针对这个, 审计报告的简报跟这个内容, 提问是这样, 就是有一些不了解的地方, 另外呢, 我要讲的是, 你们这一份审计的报告, 审核报告非常的重要, 因为既然说的, 有一些, 那个管政府的单位, 他也当作, 麻烦当风当作不听得到的一样, 我们讲的事情, 他也是在上网, 在那里普公, 是给你发新闻稿, 说议员欲白说, 但是他没讲, 对于说你审计报告里面, 他没跟你说欲白说, 他也没给你发新闻稿, 所以, 我想这个, 你的审计报告内容, 非常的重要, 那有一些没有写到的地方, 我们会希望说, 未来能够再写的更详细, 因为他对于台中县政府的施政, 是很有帮助的, 那最后我想说有一个问题, 再请教你, 就是说, 从去年前年这样子下来, 你们已经提出了好几, 一年提出一次的审计报告, 那你觉得, 我们就讲这两年就好了, 您所提出来的审计报告, 台中县政府改善的情况, 是如何? 其实县政府, 都有在改善, 只是说, 我们这边在假的34页, 里面我们提的, 有提过的整个意见, 县政府改善的情形, 我们有列表, 嗯,是, 辣子事业, 假辣子事业, 嗯, 所以带改善的项目, 还蛮多的, 其实我是这样看, 因为你们提出来的项目, 本来就不多了, 像今年提出来的, 你刚提的项目, 其实也项目不多嘛, 比如说, 今年提的有三, 三十八项, 对,三十八项, 对,那如果平均下来, 我们有这么多初次, 平均下来一个初次, 只有一到两项, 对啊, 所以其实如果, 议员们看起来, 可以省计的内容可以更多, 再加强, 对对对, 因为我们人体有限, 其实我们省计人员, 真的都, 很辛苦, 很辛苦, 认不做啊, 这个要给你们肯定啊, 因为你们所拿到的资料跟内容, 都比我们议员拿到还要详细, 我们不一定要得到的东西, 你们都可以要得到, 所以你们, 可以做的绝对比我们详细, 也拜托你们未来, 继续努力的来监督这部分, 会我们会加强, 谢谢我们的提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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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洪中海洪远, 那个麦克尔, 今年有编入预算, 明年的啦, 明年会更晚的, 没你啦, 知道吗, 好, 我们请第三天你演, 你免警, 我会自动叫你起来, 谢谢, 谢谢, 请教, 对风災过后, 台湾有跟一体皮膚都受损, 那你在报告书里面, 你也提到, 有很多的公家机关, 他们甚至已经, 合法的建造跟始造, 都没有的情况之下, 包括, 我们关山的清水公园, 有很多, 公社的, 公家本身就违法, 你在这种总统集, 台湾管车有什么做的办法是, 你们审计室, 公社违法7亿计划法, 这样四处在开团, 这但是你知道吗, 说你们审计室下的毒手, 啊, 就带车, 你做的事情, 我们关乎说你们审计室在纠正呢, 说那些, 说我会在, 一个商业区里面, 违法7G, 我都会开拆, 这个案子是因为我们审计机关, 共同性的查核事项, 那既然, 刚好先发提, 他有查到, 那我现在给我解决, 违法的那个, 那个什么, 违章建筑, 那我们因为他这个有的话, 又要通报, 那个相关单位, 那我现在给你解决, 你写的, 台东县有五十几个, 学校没有建造, 没有制造的, 我可以解决, 要不要开法, 要不要, 这个是行政, 要不要开法, 在行政之前, 我们只是坐在监督的立场, 来通知那个县政府, 对啊, 这个不是最小矛盾吗, 管车人家开, 白人家担, 自己为了, 自己不要开, 不然你会做什么, 你要它纠正, 你要把它送监察院, 走都矛盾, 让人民无感, 让人民跟这个社会的一个脚步, 跟一个环境的变境, 根本无所适从, 我认为你们审计室, 在这儿庆庙, 拜祂给你要求, 希望你让管车有一个公文, 因应天灾之后, 台东人民要继续永续生活, 对于, 有关的铁皮肤要放宽, 从宽认定, 你很厉害, 我认为这, 因为我们是, 成绩的立场, 是在监督的立场, 我们投资, 那个行政当会, 行政当会本于前者, 可以依法来投资处理, 啊, 他们自己投资, 怎么处理呢, 我希望你很厉害, 接受台东人的顺服, 谁应该他听下来, 对, 你不要故意说, 什么义法, 什么什么, 那义法, 我先要清点人数, 你认为合理, 有没有文法, 管理您的, 您的能够管理, 包括大会主席, 因为那个主任, 没有把事情明清以前, 这个审计的结算, 是未来我们要对后代的子孙, 要交代的, 所以我们先暂时, 隔制, 让前提议员来进行内部的讨论, 我们进行的改革改善, 所以我建议大会主席, 在这里, 我们要清点人数, 谢谢, 那个, 你也, 你都, 你现在是要割制, 是要退, 还是要清点人数, 别说割制性, 这个中央的, 这个审计是中央部会, 没关系, 大会主席, 其实这个就是良善的建议, 我会想法, 你会让我们有所适合, 台湾人真的可以在这里生化一下, 很多问题, 台湾人的问题, 都在你们这些官方的版本, 借此这个城市不会进步了, 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盲点而已, 我们没有把那光明的那一盏灯, 把他真的点出来, 你说像这里提出的人, 如果有钱, 他要来收购, 要来打地板, 他要去提出, 那你一直公文, 你就把他摧毁他的家庭了, 你要在这个地方, 要解决他们的问题, 那省纪单位是监督县湖, 是不是在这个期化, 我们匿集公司, 把这个条件尽量把它放宽了, 不要一天就把他摧毁掉, 我的意思是这样, 对,我们这个报告是领寥, 好不好, 那我就拜托你来做这件事情就好了, 对, 好不好, 我们没有干涉到行政, 我们是通常, 你建议, 你建议, 靠位听你的, 你建议而已, 好不好, 你建议幸福, 对天才之后的一个铁皮, 有为见为似的, 尽量用欠导, 良善的去修改, 好不好, 你发个公文给省府要求他们这样做, 建议就好了, 不要说你要求, 建议就好, 你如果建议, 管理会, 大家上社, 包括我纪元同意, 都会听你的, 建议的尊重力, 你看这样的事情好吗, 谢谢, 林一言的感觉, 卖风漫漫漫就要听了, 因为台湾的, 甚至变迁由, 农业转型这个工商业, 这个是一个, 有一个过渡时期了, 那我再度请教, 我们主任, 对台二十六线, 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你是不是有那种意愿啊, 来协助台东人, 打开台二十六线, 因为你人们应该看啊, 路科不来, 起码我们的国理可以进来, 二十六线, 就是这条白好丹啊, 我拜托你去处理好吗, 嗯, 你口口一直看啊, 好吗, 好不好, 你来协助啦, 好不好, 谢谢, 你在以后的报告书里面, 就把建议评论宪政五, 本着两线是一个, 同根生, 应该放宽, 以你的控制, 要把它列入, 建议台二十六线打开之后, 创造两线人民的福祉, 好不好, 在谢氏的报告书, 我拜托你把它落笔一下, 以后我们要去跟潘莫安讲, 你看, 我说人家也都讲话了, 这样好不好, 这方面我们会加强, 没有啦, 有没有啦, 有没有啦, 你也甘带一下, 对, 没有啦, 没有啦, 这给你拜托, 这特别拜托就行了, 谢谢你, 没人能拎我看你, 你不要这样啊, 好吗, 把二十六线稍微提一下啦, 生态归生态啦, 道路的延伸性是一个政策嘛, 好不好, 那个牙口那边顺便好了, 安恒啦, 谢谢你, 你叫, 我都听我们大会主席, 时间到了啦, 我要听大会主席的才是, 你希望我怎么做, 啊, 让他通过好了, 爸, 神机事让他通过好了, 我听你的话, 我现在是他的人了, 谢谢, 好, 各位议员还没见, 好, 通过, 好, 谢谢神机事, 我们邱主任, 还有我们县府各级处首长, 还有谢谢各位议员, 谢谢各位媒体, 我们今天会议就到这里, 告一段落, 好,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